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Office高校办公 从新手到高手之Excel篇 这里大家看到的是一家销售公司 一天中女鞋的销售情况 目前这个表格横向壁列到G列 分别是不同的城市 纵向为产品种类 我们的销售人员按照这样的表格汇总了各项数据 但是老板看了后觉得不喜欢 大家都知道老板是很善变的 他一看 觉得不想要这样的格式 老板希望将城市写在不同的行里 也就是这样竖着去摆 然后每一列的标题去用产品的种类 以这种格式再去汇总 也就是后面这个表格给大家看的这个样子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总不能因为这样一句话就全部重新录入吧 几行数据还好啦 要是多的话岂不是很崩溃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操作非常简单的小技巧 利用转置功能将数据表格的行列去进行调换 首先我们要选中叫调换的这个数据区域 可以用鼠标去选取整个单元格区域 也可以用快捷键的方式去单击其中任意一个单元格 比如我现在选择这里 然后按下Ctrl加A组合键进行全选 这样就选中整个表格区域了 然后第二步可以在选中的这个区域上 单击鼠标右键进行复制 当然这里也可以使用快捷键的方式 Ctrl加C进行复制 第三步在空白的区域选择一个单元格 比如这里我选择A8单元格 然后单击鼠标右键 在粘贴这个选项里点击选择性粘贴 这时候会弹出这样的一个对话框 在这里我们勾选最下面的那个转置这个复选框 最后单击确定按钮就完成了 另外说一点选择性粘贴这个操作 它也有快捷键 我们可以用Ctrl加Alt加V 来调出选择性粘贴的对话框 我们都知道普通粘贴的快捷键是Ctrl加V 选择性粘贴就是在其中多了一个Alt键 是不是很好记呢 好了以上就是这一课的主要内容 这里是帮你解决燃眉之急的 秋叶Excel小技巧 咱们下节课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